今天星期一带您吃炸鸡 欢迎收看全球首档炸鸡类美食 谈点节目周一吃鸡 我是许太阳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牛街 带您探一下满季烧饼 这家的炸鸡腿也非常有名 走带您吃鸡去 今天这是满季烧饼的炸鸡腿 是在牛街这边的一个清真店 主要就是卖两样 烧饼跟炸鸡腿 反正是排队 现在时间还是下午4月 我们刚才去买的时候还是在排队 门口大概能有个七八个人 而且它这卖的特快 基本上每个人可能买东西30秒就不到 但是还是在排队 所以这家真的很火 咱们先来看看这儿的炸鸡腿 这个地方满季就只有炸鸡腿 而且是只有这种小个的琵琶腿 它是12块钱3个 就基本上是4块钱一个 然后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所以就这一种来尝尝 这个就很小了 然后先来尝尝炸鸡腿 闻着是有一种美食炸鸡那种香味 就有一点五香粉的味道 一点点香味 还有一点炸糊的那个面的味道 它这个炸鸡腿只能用软嫩来形容 鸡腿没有什么汁水 但是确实炸的很软很嫩 而且外边炸的这个面壳确实很焦 能吃到肯定是防了面粉了 因为有点面粉 炸过的面粉的那个糊味 整体感觉这个炸鸡腿不在这个美食炸鸡这个体系里头 它是单独的一个味道 外面裹的是一层放了不少五香粉或者十三香之类的调料的一种面糊 然后里头鸡肉也应该是煮过以后炸的 因为鸡肉很嫩 但是没有什么汁水了 吃的时候就已经感觉没有什么汁水了 但是确实鸡肉足够嫩嫩 可能炸的火有点大吧 这个面壳稍微有点糊味 再尝一个吧 我觉得这么多小伙伴推荐 它不应该是这个水平 这个就没有那么重的糊味 它上面撒了不少的紫然 这个味道就比刚才那个好 而且它的汁水比较多 能看到里头的肉还是很嫩的 不过我个人感觉它外头撒的这层紫然粉 有点化舌天祖的意思 没有这个紫然粉可能味道更好些 然后再来尝尝满季的烧饼 它尖都叫烧饼 我们要不买点烧饼 不合适 烧饼是一过间一过 非常的酥 然后上面淡淡的这种芝麻的香气 最外边这两块烤的是足够的脆 酥非常的酥脆 这么粘在上面 散发的这个香气味道也很足 这个烧饼确实好吃 这烧饼主要就是两种 椒盐的和麻酱 除了这个烧饼以外 这还有两种小吃 算是小吃吧 躺火是吧 躺耳朵 躺耳朵在北京反正不太多了吧 一般清蒸的这种小吃果还都有 尝尝这个 甜到有点发厚的感觉 这躺耳朵还不错 躺耳朵确实好久没吃了 感觉还是一样的甜 甜到发厚 不知道这躺耳朵到底跟这个蜜三刀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比蜜三刀软一些 这个满季烧骨的炸鸡腿就吃到这了 然后简单给您评价一下 我个人觉得非常一般 没有必要专程前往来吃炸鸡腿 因为它对我个人来讲它不够爽 外边这层壳面味太重 不是我很喜欢的味道 我个人的意见就是没有必要专程前往 在这个吃鸡排行榜里头吧 可能我觉得它也会排的比较靠下一些 因为说白了这个炸鸡真的挺一般的 它的壳面壳太厚了 而且是面味很重 但是就没有什么鸡肉的香气 整个这个鸡肉吃起来 虽然两个水平不一样 第一个没什么汁水 第二个汁水很丰富 但是整体闻起来都没有太多的这个鸡肉的香味 这个比较失败 而且走到那个店铺门口的时候 也都是闻到全是烧饼的味道 芝麻的香气 还有这个胶原的香气 所以这炸鸡腿的味道根本就闻不到 我觉得真的这个鸡腿比较一般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全球首档炸鸡类美食 吞天节目周一之鸡 我是许太阳 咱们下周一见 拜拜